WTT世界杯中国又一人出局 林高远0比3布迪巴西名将 北京时间12月5日消息 2021年WTT世界杯在新加坡继续进行 中国队又折损一位男单大将 林高远在首轮慢热开局 临场调整也不够及时 他以0比3布迪巴西的卡尔德拉诺指步首轮 林高远在不久前的士拼赛上 输给队友樊振东无援四强 这一次来到新加坡参赛 他要争取有更好的表现 巴西的卡尔德拉诺 如果在世锦赛上也进入8强 他在总比分3比0领先的情况下 被梁静坤逆转淘汰 比赛开始后林高远进入状态有些慢 卡尔德拉诺很快取得领先 他抵挡住林高远的冲击 以11比8先生夺人 第二局双方争夺更激烈 场上几次出现平分 6平后林高远连拿2分领跑 卡尔德拉诺迅速回应追成8平 9平后林高远没有把握住机会 卡尔德拉诺连得2分 以11比9紧上天花 总比分2比0领先 林高远在第三局进攻更凶 在8平9平后 林高远又拿1分得到局点 卡尔德拉诺化解危机追平 这时林高远又得1分再次拿到局点 可惜他仍没有把握住机会 关键时刻林高远还是主动失误 卡尔德拉诺趁机连赢2分 以13比11拿下 总比分3比0横扫林高远 另外两场比赛中 日本的张本志和以3比0淘汰瑞典的法尔克 中国香港的黄振廷 以3比1击败法国的盖茲